Hello,大家好,我是小佐,我是小琪 今天回答几个你们特别想要知道的问题 第一次见对方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是感觉她很瘦很小致 就很可爱很可爱 超级想抱她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其实把她认错了 但是我后面找到她了 第二个问题,在一起的过程 我先说她追的我 她当时刷到了我的视频,然后找邀微信 她觉得我很好看 然后我们交流了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彼此就是对方那个人 我们就确认关系 第三个问题 惹到她不开心了怎么办 你说吧 我们会想去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 然后冷静下来 然后就去找对方道歉 避免下一次发布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为对方做过最感动的事 清岛 冬天非常冷 她当时就是临时想突然想见我一面 她就坐了一个小时车跑到冬车站 就发现漂白发辣 而且穿的很少,非常吵 她就穿了两件 清岛冬天又那么冷 手机还没电了 冬车站 她又在外面吹了一晚上的风 第二天早上才给我报的平安 后来她下午的时候她到我的公司 她去接我下班 不备买了喜欢 不备买了喜欢的咖啡 接我回家 然后她就发烧了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发这样的问题 嗯 下次看看 第五个问题 未来规划 好好攒钱 争取在明年结婚之前 有一个我们两个自己的家 第六个问题 准备什么时候出柜 嗯 我妈妈知道我的情况 而且我带她见我妈妈 我想等到明年结完婚之后 再告诉我爸妈 生命煮成熟饭吗 第七个问题 小左中文共同不好 会有障碍吗 当然会有障碍 但是我是她的中文老师 我一遍遍能给她解释这些事情 自己的问题 让她不能着急就好了 我有这个耐心 第七个问题 觉得自己恋爱后有什么病 我觉得她让我就是变得很柔软 变得很积极 然后让我穿了一个很开心 那么自信的给她 让我热爱生活 总而言之就是 她的出现让我自己非常幸运 那你呢 我呀 我 嗯 就是 就是就是 她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 完全我就跟个小孩一样 被她宠着照顾着 什么事情她都是顺着我 我自己能感觉到 我对她来讲特别的重要 我们到这里就 结束了 等一下 嗯 我对你特别重要 嗯对很重要啊 我像妈妈一样照顾你妈 对 叫妈妈 叫妈妈 咳咳咳咳 再见